大家好,欢迎来到点新闻,我是方希,每周一至周五与您一起,点关香港 今天是11月8号星期二,从今天开始呢,香港的免费核酸检测将落实新的程序 从之前的鼻腔和咽喉合并式子样本,变成了只采集咽喉式子样本 简单来说呢,就是进行核酸样本采集的时候,只采喉咙,不采鼻腔 那对于这个更改,有学者表示呢,虽然只采喉咙会让检测的准确度略有降低 但整体采集的程序可以节省三分之二的时间 这对于抵岗初期需要定期核酸检测的旅客来说是十分便利的 同时呢,也有防疫专家认为,目前的输入病例只占整体个案的一成左右 因此不需要太担忧输入个案,反而应该尽量通过此类的改动来降低对旅客造成的不便和限制 能放宽时就放宽,这是特区政府对市民的承诺 特区政府说到做到,自从9月26号开始实施零加三入境检疫措施后 11月本港出入境数字相对于9月有大幅度增长 出境人数增加了1.6倍,入境人数增加了2.26倍 非香港居民入境数字更是增加了3.5倍 那在对内的方面,本港逐步放宽了各类场所的社交距离措施 例如放宽了人数上限,营业时间全面开放等等 这些都体现了政府在复长道路上的不断尝试 更重要的是,香港已经具备了进一步放宽的条件 上周,香港成功举办了金融峰会和国际七人篮球赛等活动 标志着香港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中心 特别是复办七篮,三天里有6.5万人次汇聚赛场欢呼喝彩 这将香港社会对进一步复长的渴望展现得淋漓尽致 七晚上观众不戴口罩尽情呐喊的图片也在网络上流传 引得内地网友纷纷表示十分羡慕 并且近日的确诊数字整体也表现平稳 如果说大型活动是对防疫措施的检验 那么现在可以说香港暂时经受住了考验 这归功于所有香港人的共同努力 昨天香港复长之路又迈出了一大步 政府昨天公布将在本月向入境旅行团旅客 推出针对性方案 由旅行社领队或管理人员进行安排 在其管理之下带领旅行团进入博物馆、主题公园 指定饮食地点的分隔区域等 特首李家超今天在行政会议前见记者时表示 除了团进团出,政府同时也正在探讨 是否可以在平衡疫情风险之下 适当的减少旅行团旅客的核酸检测 和每天快测的次数要求 那对于这个期待已久的新安排 香港旅议会表示 这不仅可以增加疫情之下 旅行代理商的营运空间 还能为前线旅游从业人员带来工作机会 虽然在实施的初期可能并不会立刻见效 但能够给予外界正面利好的信息 让海外的合作伙伴以及旅客都知道 香港打开了联通国际的旅游大门 对于团进团出会不会增加疫情风险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 相信即使推出团进团出 也不会出现疫情大反弹 他提到0加3实施已经一个多月了 也没有引起输入个案大幅增加 这说明引起的社区风险较低 社区内已经有了较强的群体免疫 对于香港未来因如何再放宽防疫措施 继续走向复长 他认为既要保持现在一步步来的步调 也要做到迅速 特别是要赶在冬季流感来临前 实施更进取的入境检疫安排 例如0加0 然而放宽防疫绝不等于放弃防疫 在今天行政会议前的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道 目前黄骂人士可以在社区活动 马上也要推出针对黄骂游客的 团进团出方案 那是否可以考虑取消目前的黄骂机制呢 对此李家超表示 绝对不会取消红黄骂 因为这是风险可控的有效措施 他强调疫情并没有离开 红黄骂是按风险管理的手段 因此不会取消 但是将来总结经验之后呢 政府也会继续检讨措施 有序稳妥的逐步解除市民的社交距离限制 的确疫情并没有结束 香港每日仍然有4000多宗确诊病例 以及多人死亡 何况病毒还在不断的变异 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政府采用分阶段 小幅放宽的政策方向 可以避免给医疗系统造成过大的压力 以最低的代价得到最大的回报 香港回来了 这是人们最直观的感受 香港的复长之路正在按部就班 有序进行 虽然迈出的每一步都不算大 但扎实稳重不断积累 这就是巨大的进步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我们明天再见